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武斌 肩颈如果出了问题 大概率都是日常生活当中 有一些无当的 长时间保持的姿态造成的 比如说长时间看手机 使用电脑或者复安工作 再好的药都不如拔除病根 所以要正视我们的日常 改善我们的工作环境 适当的休息 以及参加一些竞技类的 对抗性的运动 那些运动对肩颈的健康 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如果以上那些都做不到的话 这里还有个真正接地气的办法 就是下载一个番茄时钟 适度的休息比用坏的颈椎 再去练要好太多太多了 那么就说回到正题 训练方面 肩颈方面的训练呢 网上其实也有相关的很多 而我做的只是其中的一种 我是在古医生那里 就医的时候跟着古医生学的 所以本来在他的频道里 是有相关视频的 我最近也去找了 但是没有找到 可能是因为他删掉了吧 这个视频介绍的 是我是怎么做的 如果我所介绍的 有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指正 好训练之前 如果有条件的话 我会让我的老婆帮助 我用筋膜刀解决一下 我在肩颈上的扳机点 大概一两周呢 我会来那么一次 那第一个动作呢 很抱歉 我不知道它的名字 躺在瑜伽球上 肩胛杠暴露在瑜伽球外面 双手直臂 10重物 我用的是 4公斤的重物 收缩腹直肌 向上挺身 卷腹探头 让头从手臂中间向前探出 10到12个一组 第二个动作呢 是阿诺推举变体 坐在瑜伽球上 做阿诺推举 其中的变体 就是整个头向后缩回去 不是头扬起来 而是整个缩回去 推起来的时候呢 快速推 放下去的时候 要有所控制 10到12个一组 第三个动作是肩上推举变体 同样坐在瑜伽球上 做肩上推举的动作 变体呢 也是头向后缩 两只手打开 在斜方肌的这个平面上向上推 快速的推起 有控制的放下 用的重量比之前那个阿诺推举稍微大一点 但是我条件有限啊 所以我其实用的是一样的 10到12个一组 第四个动作呢 是弹力带推举 这次坐在地面上 臀部压住弹力带 注意啊 双脚不要交叉 要向前方或者打开方都可以 但是不能交叉 然后做推举动作 动作全程呢 也是同样 保持头向后缩的姿态 推举到顶点的时候 双手交叉 左右手轮换在前 注意快速推上去 有控制的放下来 10到12个一组 如果你做的时候 发现你的头会不自觉的歪 或者没有办法一直保持后缩的状态的话 那么就请一位同伴帮助你把你的头搬住 用大鱼剂顶住你的整骨下方 双手抱住下额 这样帮助你保持一个头后缩和中立的状态 如果训练过程当中有任何的不适感或者疼痛就请停下来 如果是有病的话就请及时的就医 练完之后会感觉斜方肌有疲劳感 这是很正常的 我有的时候在训练之后会感觉到整个上背部都有一些陌生的感受 我会每天练两组 大概用时间是15分钟 如果在训练之前加入一些本体感觉训练和一些呼吸机的激活训练的话 这个训练会完成的更轻松 训练效果也会更好 那么最后有一个特别说明啊 请务必正视自己的日常 改变那些不良的习惯 试图的休息和参与运动 拔除病根才是真的治本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也可以发私信问我 如果我知道的话我们就沟通 如果不知道的话我们可以一起进步 那么好了 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见